網絡安全有那麼危險就出去那麼危險 交易限期有多低就設定多低 趕著投胎的價格就有那麼殘 側到那麼殘 合扣單位有那麼高就得那麼高 最好買家是金柱 那就好交代 做得好還不成多你兩百 你有沒有看我本書 你又不是新來的 這些東西都要我搞 你不可以去那裡得個鴨字 做吧 混蛋 是的 是的 陳先生 我立刻去做 大家好 歡迎收看東網視頻 我是美公主仙迪 星期日起 禁止民眾在美國下載及更新中國影音應用程式 抖音海外版TikTok 但就在禁令生效前夕 美國總統特朗普 確認批准夾骨文和旭爾馬 欺負TikTok的交易協議 其實任何人只要不是只具備幼稚園程度的智商 都不難由Day1開始就已經看得出特朗普政府 盛請TikTok會將用戶資料送交中國政府 會對美國構成國家安全威脅 那一條隔起了 挖下挖下的尾 究竟是想怎樣 現在恰構TikTok 是甲骨文和旭爾馬 而不是微軟 當然了 甲骨文創敗人兼行政總裁 艾利森 是何許人 是特朗普的支持者 今年2月才為特朗普搞冒犯 你會做事 人家會做 你都要搞 是不是新來的 吃完茶點去睡午覺 有人就對美國政府拿不出真憑實據 但就對TikTok進行有罪推定 泰平是強度邏輯 形同搶劫 即是這樣 現在老粒也好 劏死牛也好 重點是 強度不會劫來劫去 只是劫同一個苦主 喏 世界貿易組織就適宜了 上個星期二裁定 美國特朗普政府 對2000億美元中國貨加證關稅 違法 違反世貿組織規定 唉 如果世上 越來越少糯米願意挺身而出 那木失就越來越兇了 四出吸你血就知需 不少人都說 三十多年前 日本經濟高速增長 經濟總量位居世界第二 日本製造橫蘇美國市場 美國對日本的貿易易差巨大 有人技不如人 就使出一招殺石灰粉 日本在威逼下 簽訂廣場協定 從此日源大幅升值 國內泡沫急劇擴大 房地產泡沫爆破 日本經濟暢氣停滯 都是那句啦 你以為這些招數已經非常之高音甜 中音準 低音景 一句說好音質啦 未算啦 翻開美國建國時 美國人不止屠殺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 用相當於二十多美金的玻璃珠 買斷印第安人的土地 又將染有天花菌的毛鮮 懶好地當禮物送給印第安人 That's why 每當聽到有人說新冠病毒 是來自武漢實驗室 還說看到很多證據 但被記者一搓 又立即縮回條幹 說不能告訴你 一個在搞強權 搞打壓 搞生化武器 搞竊聽 搞網絡監控等方面 都有不少歷練 有不少經驗的國家 竟然謙虛到說 哎呦 這些我不好在行的 被人反張一軍 幸好使出一招封殺 合球 坐一坐尾 你就會更加明白 為什麼美國著名政治學家 芝加哥大學教授 米爾斯海默 一年前已經圍繞美國政府寫了一本書 名叫 Why Leaders Lie 好了 大家對於今集節目內容有什麼看法? 是like 搞錯 還是會發生呢? 投票告訴我們吧 喂 那邊那位小姐 是不是想驗化? 是就快了 我約了一些女模特兒做深厚檢測啊 為什麼? 為什麼要讓我見到這麼缺乏理據的叉雕? 叉雕的道德想在革命裡面沒有帶出街 四非黑白用智商矛盾一下打碎 真是名副其實的叉雕啊 話說回來 你叉雕裡面的重點是什麼? 哎呀文閉 是錢啊 是我聞到錢就忍不住起貪念了 實在太貪念了 實在太貫徹了 說來講去也是錢作怪 口裡說不 身體卻很誠實 為什麼? 為什麼我會臉紅的? 啊 我知道了 是因為你不臉紅 我代你啊 哈哈哈 過獎啊過獎啊 這些都是去命而已 多得各路朋友給面給面而已 沒有啊 沒有過來啊 沒有過來啊 喂喂喂 打橫打 不要打臉了 喂喂喂 喂喂 你再打我 我制裁你了